2000公里外的护坤高铁 最南端的轨道已经全部铺设完毕 车站施工也已接近尾声 群山环绕的西南省份云南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高速铁路 然而在它正式运营之前 还必须经过一道严格的考验 侯福国和它的团队被称为高铁建设最后一道把关人 新的线路正式运营前 所有的线路和系统都必须经过他们严苛的检测 他们所使用的列车被涂成了醒目的黄色 它被称为黄医生 黄医生车身上密布了30多个摄像头 以及300多个传感器 在它通过的线路上 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被发现 一会儿隔几公里我们对一下公里标 今天公里标对飞行车传较特别重要 在接下来的30天里 这辆黄色的检测车将在这条新建线路上来回不断奔跑 它将记录下数十万种的数据和参数 今天陈利明团队测试的新型受电工材料 也将在实际线路上接受检验 复杂的环境和多变的气候 在不断考核着材料的可靠性 相关数据被精确地记录了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测量 发现就是95%以上它都是调整过的 你看这次 没有调整到位置我们会在这标上 这个位置它是没有动过的 说明这个地方没有调整 你看这个位置不一样 这位置上一次有缺陷拉出值 这次位置是调了 调到就是设计和施工标准要求的范围以内了 数据令人满意 新材料带来了更小的摩擦系数 和更加的导电性能 今天中国工程师对高铁新技术的研发 从未止步 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新技术 被应用到中国庞大的高铁系统之上 今天上午11点20分 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 已超过420公里的时速 在即将投入运营的正徐高铁线上交汇而过 相对速度超过840公里 将会全程不到2秒钟 这个速度再一次刷新了世界记录 而这条线路完成试验后 也将会正式被连接到中国的高速网络中 如果连接成功 它将让中国两条核心的高铁大动脉 连为一体 夜晚 郑州东站 空旷的车站里 最后一班高铁列车已经结束运营 控制室里 一群人正在紧张地等待着 这一天中难得的空窗期 因为今天 徐政宪将正式连接到高铁网络中 然而 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 只有短短的30分钟 这一次呢 30分钟时间 我们把室内的设备拆掉 然后该配的宴配上去 室外的设备也要拆掉 30分钟以前还在用 那么一会一给点 全部要换新的 郭瑞行和他的同事 在这有限的30分钟内 将要更换2534根接线 同时室外要拆装209套设备 再为58套软件进行全面升级 这是一个被精确到秒的过程 如果其中任何一根线路接错 意味着第二天穿过这个车站的 所有线路将全部瘫痪 这如同在30分钟内 完成一个要求绝对成功的 颅脑手术 为了准备这台手术 郭瑞行和他的同事们 已经模拟过上千次 青岛四方 为护坤铁路生产的机车 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一个核心部件的到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有这个部件安装到位 一列高铁机车才能真正被激活 而这个部件的生产流程和参数 至今被看作是高铁列车生产的最高商业机密 一千公里外 中国的中部城市 珠州 这里就是这个核心部件的生产基地 今天 这个神秘的区域 将第一次被许可进入拍摄 生产主管刘少杰 将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巨大工厂中 最为隐秘的车间 而在这一切之前 首先要完成一个复杂的仪式 首先需要换上消毒过的内衣 然后穿上全蜜蜂的一体化操作服 防尘鞋 消毒口罩 同时戴上全蜜蜂手套进行消毒 全套过程至少要花费 三十分钟以上的时间 确认无误后才能被允许进入 这里就是这个核心部件的产房 这个车间捷径度要求达到十几 它表示 每立方米内的微尘粒子 不能超过十个 这是一个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的数据 这个神秘的部件被叫做IGBT 我们知道 列车高速奔跑的动力来源于电力 而IGBT正是对高速列车复杂的电力系统 进行控制的芯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生产的芯片 就是高铁机车的心脏 刘少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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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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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安装有新型芯片的高速机车终于准备就绪 现在他们即将接受新的考验 这是中国华北地区的一段高铁线路 今天两辆高铁列车将在这里进行一项重要的测试 这个测试的成败对中国高铁网络至关重要 轨道上这两辆机车来自于中国不同的生产企业 而且型号和控制系统各不相同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对接 将意味着中国高铁网络上穿行的所有机车 将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之中 0503 052准备完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